字幕 李宗盛 好了,少倫你 有什麼就直接說吧 不要單單打打 沒辦法 整個場只有我和你 就只好和你打單打 我現在就找個教練和你打雙打 好了,不要再逼我和你單打 你們不要爭辯了 我們先喝一口補充一下體力和知識 都是教練好 其實正式比賽沒有男女單打 只有男單、女單 但男女加在一起就可以混合雙打 而雙打和雙打的邊界都不同 單打的邊界就是在左右兩側的內線 而雙打就是外面的線 而單雙打一樣底線的邊界 都是在底線最外面的線 你留意裡面有一條線 那條就是雙打的發球線 單打和雙打的計分又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單打和雙打的計分方法都是一樣 用三盤兩勝制 每局哪一方拿了21分才為之勝出 但如果雙方打到20平手 即是game point的時候 只要超過對手兩分便為之勝出 但如果去到29平手的時候 都分不出勝負的話 哪一方拿了30分才為之勝出 羽毛球的比賽就是採用直接得分制 如果得分者的分數為雙數的話 就會站在球場的右手邊 單數的話就會站在球場的左手邊 假設少倫和Sarah一起打混合雙打 少倫0分的時候 少倫就會站在右手邊開球 假設你們得到1分 少倫就會站在左手邊開球 假設失去1分 發球權就給了對方 假設你們又贏了多1分 你們就會雙方轉位 就會由Sarah在右手邊開球 難怪我看比賽的時候 經常看到運動員交換位置 我還以為是甚麼策略 其實除了跟拍檔 在開球的時候會換位之外 每次在第一局結束 和第二局結束之後 你跟對手都會交換場區 而在第三局 哪一方拿了11分的時候 你們雙方會再次交換場區 聽到也挺公平 不如打多一場吧 我找到一個對的partner 雷不是雷,害怕你嗎? 走吧 我想這裡都是沒有我們的事 我們先去示範吧 喂教練,不要先走 現在我們就要做一個放網的動作 放網方面就分為正手和反手 正手放網的話 就要右手盡量提起 板面就要向水平線,向天 而腳方面 右手放網的話就要用右腳踏出 然後我們就要做一個跨步的動作 而手指方面 我們其實放網的時候 就盡量要用手指 不要用手腕 手指就要微微的震動就可以了 而反手放網方面 動作其實跟正手是差不多 都是要用右腳踏出來的 板面就盡量向天 而且用反手Upper1的動作 反手Upper1的動作